这一个 我一会忘了 那好现在是差不多7点 对现在是7点02分 那我们讲座就现在正式开始 那首先再跟各位家人打个招呼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在今天周四的晚上来参加咱们一个 湾区半岛顶尖赐校的这样的一个盘点讲座 那其实很多家长应该之前都参加过我们很多的这种讲座了 就是可能关于南湾这边 或者是整体湾区的一个公立学校对比 但这个讲座应该是第一次咱们针对于湾区半岛这个地区 然后这几所次校可能也是以前的讲座中比较少涉及到的 那我还是开头还是简单的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应该很多家长之前来听过我的讲座 那我叫静怡 然后我现在是Think Academy 就是学校新美国这边的一个第三年级的竞赛数学老师 然后呢我是一边也有教课 然后我有线上课线下课都有在教 然后我教的是三年级的小朋友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负责 就是在硅谷地区这方面的学校调研 所以之前可能做过的讲座包括公立学校 公立顶尖公立学校的对比 然后公私校如何选择 然后包括我们上上个星期的同事Gina做的这个 就是私校开始申请私校季开始的这个讲座 就如果家长需要任何的之前讲座的回放 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 然后也几会可以加入到咱们的社群当中 那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负责学校的调研嘛 然后前段时间呢 就是工作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动 然后我是加入了咱们Think Academy的半岛的团队 然后我是来负责的这个半岛的校区 那所以自从负责半岛校区之后呢 我也开始做了很多关于半岛这边私校的一些调研 以前可能整体来说就是调研比较多的 像南湾这边的私校 然后我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不同地方尽管差的也不太远 可能之前大家比较关注那种大的私校 像是像Harker啊Basis啊 他们属于在湾区属于非常就是这种 相对大规模的一个比较STEM的大校 然后也包括大家之前非常关心的 就是可能南湾这里教区比较多的上Challenger啊 Strafford当然半岛也有 但是我在做半岛的地区调研的时候 我觉得半岛的很多学校可能时候我们没有 并不是以单纯的以STEM吗 或者是我们比较通常的一些比较单一的评价标准 去评判的这些学校 它其实的衡量标准都是比较多元化的 那所以今天呢我会拿四所 我们通常会认为半岛比较顶尖的私立学校 Fanties那边是啊New Ava 然后是Secret Heart 啊还有是Melo 还有一所是Crystal Spring 这四所学校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四所学校的一个特点 让大家有个大概的啊idea 然后他们各自的一个风格是什么 啊然后因为其实也是主要是得益于 呃跟一些家长进行一些沟通 然后也了解了一些家长的这边的一些反馈 所以可能也会涉及到啊不同的年级 啊那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 那首先呢我先是直接总结了一个 这几个学校的一个啊总表啊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排名情况 那首先说实话吧还是把它放在这了 但总体来说niche 在我们之前的niche的排名 在我们之前其实讲座也说过 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学生的 或者是家长的self reported 其实它的这一个排名 并没有那么大的参考意义 可能就是给各位家长一个大概的idea 它是一个在怎么样的一个level 然后polaris的这一个排名呢 其实它只是呃考虑了像 哈佛福林斯顿和应该是MIT 这三所学校的录取的情况 以及它的数据其实也只是到20年的 所以说实话这一个排名 家长也是大概的能够看一下 也就OK 然后呢 进校时间这几所学校 就是像Sickerhart和Melo 很明显的这两所非常老牌的 历史悠久的这个学校 尤其是Sickerhart 那相对而言呢 New Ava还算是相对新一点 尤其是它的upper school 它的啊这个高中高中的部分 它其实应该是13年才有的 其实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相比较于其他这几所而言 啊那么这个亚裔比 我在找这个数据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就除了Crystal Spring 是比较明确的说了 它是36%的亚裔 其他学校都没有说 他们只说明了这一个 呃 就是一个呃 有色人种的这个占比 大概都是在50%左右的这个数 但是具体的亚裔比呢 我都是问了一个家长 但是其实比如说 New Ava我问的是一个四年级的家长 然后Sacra Heart大概也是三年级的家长 但是每个年级其实都是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它这个数据也不是那么准确 但是大概给大家一个general idea 就是它跟像呃半岛的一些呃 非常厉害的top的功率学校相比呢 可能是亚裔比是比较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在呃一些比其他亚裔比较小兴趣的 像Harker啊Basis啊 这个亚裔比都是算非常非常低的啊 然后呃在serve的年级中呢 New Ava他和Sacra Heart 他们是从pre-k New Ava pre-k 然后Sacra Heart更小一点 从pre-school 一路是到呃十二年级呃 呃就是都有 然后但是Melo和Crystal Spring 他们其实都是从六年级开始 然后到G二G十二的 一般最早是从六年级开始申请 然后第二个呃大的入口应该是九年级 然后我以高中学费做了一个标准 做了一个很像的一个对比 然后单从高中的维度来看 New Ava还是一个价格最高的 呃对 然后其他的话都是在五万六万总体来说 都是符合这个所谓顶尖私校的 这个学费的标准啊 然后人数呢 基本上也是相对于功效来说比较小 然后最小的相对来说是Crystal Spring 这个学校呃 他的高中总人数差不多是应该是三百五十人左右 但是其他的学校最多的是Sacra Heart 也是六百人相对于功效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啊少的一个量级 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呃 很像的对比 然后说到这个高中的学费哈 那确实就是五六万的学费是一个比较高的 但是大家知道私校 其实学费并不仅仅是支出的啊 所有部分 他其实也包括了呃一些捐款 所以我是查阅了一下 他的监款的一个情况 然后查阅了这三所学校 其实他也明确的标注了就是呃捐款多少 然后他的每一个level是什么 其实呃基本上呢就是官网上说的呃 他的捐款率参与率都是将近达到95%或者达到100% 然后这个捐款对于学校他们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们就是争取达到一个100%的这个捐款率 然后大概呃捐多少呢 这个还是呃 基本上还是depend on就是家长的呃 这个意愿 对这个是一个捐款的一个情况 哎那我们接下去呢 还是因为呃大家可能更想知道的就是他每个学校的一个课程的特色 每个学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啊地方 那我们先从大家相对来说可能更加了解的这所学校 叫New Ava啊开始 那说起New Ava呢 就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他的一个标签 就是天才学校 把他的入学都是需要提交这个IQ test 他的尾式的IQ test 包括他pre-k的孩子 不过pre-k的话家长可能在呃 就是在嗯官网上注意一下他的年龄cut off 因为他涉及到孩子需要参加哪一种类的智商测试 然后他的硬纸包就是13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 弯曲其实有几所这种关于gifted的学校 然后Helios啊 然后Tessalation啊 可能都称自己为呃就是gifted 但是他们其实自己对于gifted的定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有些学校他就是把自己定义为 呃就是老师在跟孩子互动中可以进行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gifted 他能够展现出某一方面的特长和能力 他就是属于gifted的 但是New Ava呢很明显他就是要卡这个硬标准 而且这个IQ test的硬指标130 那么据说129都是没有过线的 呃那呃而且更就是听说就是他的基本上录取的孩子可能都是在135到呃 140的这一个level已经包括从pre-kid到初中都是需要提交的 那么高中不太一样高中是选交他有自己的另外的一个测试 对那IQ test的大家可能就是也大概了解一些 但是呢呃就大概给不太了解家长一个general idea吧 他如果这算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所有的孩子的一个IQ呃一个test的结果就是130或140以上已经是属于前2%前3%的 所以他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就是呃呃一个所谓就是所谓的天才天才学校 因为他认为IQ的test score他展现的就是他叫一个academic amplitude 就是孩子的reasoning的能力他的学习能力 对所以他把这个开为了这个呃印标准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IQ test到底是什么 因为大家可能也了解哎他好像不太能准备 如果学校发现了如果准备了这个IQ test的环德成绩是会被取消的 那其实呢大家肯定准备的不是IQ test的本身 而是对于孩子呃IQ test的所培养的那些能力的一些培养 那如果家长对于IQ test之间比较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下一周我就先插一波 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揭个图 我一会也会再发的 我们下一周会做一个非常具体的关于IQ test 到底是什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讲座啊 那我一会也会再回到这个page 对然后New Ava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开始可能找遍他的官网 找不到任何的教材的信息 那就是因为他是没有统一的教材的 那所有孩子他学习的一个进度呢 都会根据呃呃班级里可能整体的一个进度 如果大家都很快的话 老师就会讲很多的东西 也会根据孩子自己的一个情况 如果孩子自己学了非常多 也非常想要接着学的话 都会给他一些啊吃呃一些挑战 他绝对不是按照严格的 我们所谓的一个unit一个unit啊来走的 啊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呃所谓的去竞赛化 然后非常有趣的他在十年级之前 他就基本上是没有gpa啊也没有考试 没有排名的呃我觉得他的这一点 源于他的一个理念就是他想要发掘 可能小朋友每个人自己的一个特长 而不是以一个standardized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就是来评判小朋友或者是来给他们呃来打分 所以他不考试不排名啊也没有这个gpa 那他会用一个项目制的学习 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进度 然后自己来design自己的这个课表 关于项目制学习 我下一页会更加的说到 那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呃大家可以如果去拓的话 他会你会发现就是new ever 哦我new ever可能是比较偏向于 我讲的是小小学的一个内容啊 就是new ever就是在教室里 他的陈列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他是非常自由的 然后再也摆设了非常多的书籍 然后教具 然后主要是也给孩子能够提供更多的 就是自由发展的这个呃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呃其实也是因为呢 new ever在官网上呢提出 像gifted的孩子 他的学习能力很强 他的reasoning ability非常强 但是在他的发展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asynchronous 就比如说哎他的一些emotional development 他可能跟别人的呃就是呃就是合作能力啊 或者是沟通能力可能是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的 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把教室进行这样的陈列 或者是呃能有更多的提供一些更多的让小朋友跟其他孩子来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这个是一个他没有统一的一个教材啊 然后呢呃像我刚才说的就基本上没有期末考试 那他怎么来进行小朋友的一个检测 或者是来进行一个学习成果的展示呢 呃他是用通过就是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是项目制学习呃那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项目制学习本身 他对于老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他需要掌握到每一个孩子的进度 以及根据他们项目所发展的进度来来提供非常personalized的一些啊一些建议 好那我得到的反馈呢 是因为我们呃 think有个孩子在new ever 然后之前采访了有这个孩子new ever 然后采访了他们基本上家长对于project based learning 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觉得new ever在这方面确实做的比较专业 也做的非常好啊 其中有一个呃家长非常喜欢的一个课程 就是他们其中的humanity的这个课程 他们就分成了不同的theme和不同的模块 比方说每一年每个年级孩子都会有一个theme 比如说三年级可能是涉及到哎他的一些文化 包括古埃及的文化啊 马里王国的这个啊文化 那比如说我们要这这一个模块 我们是要讲古埃及的这个文化 那老师的角色更多的就是非常呃 就是讲解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背景知识 然后接下去呢 他所做的就是给孩子呃 让孩子知道去阅读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给他提供到一些帮助怎么样去搜集信息 然后接下去呢 小朋友就可以来自由的组队 然后来research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那比如说啊再这样给的一个例子是 小朋友对于古埃及的神很感兴趣 那老师就会给他很多的这样的资料 然后让他去自由的组队去挖掘这个 然后或者是带着小朋友去field trip 去一个古埃及的呃博物馆 一个展览 或者是呃有一个文化的演出 就每个小朋友 然后来扮演一个古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中 然后加深小朋友对于这件事情呃的理解的深度和呃广度啊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的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呃 他是会牺牲一些所谓的教学的一个效率啊 然后更加的希望他学习的支持是relate到生活的 以及能够激发小朋友自己想要探究的这样的呃一个精神 这个是他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 那除了humanity 那另外在数学上也是有一个体现的 这个其实还不太常见 就是在数学上的一个呃 project based learning 那具体是呃怎么做呢 呃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小数学习小数 那这一两个月可能是都是学于关于数的 那在小数学习的模块中呃可能就讲一些非常basic的知识 然后接下去就会有这样的一个project的小朋友之间 哎模拟菜市场的一个项目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设计一个菜单 然后来进行定价呢 当然这个定价肯定是跟这个小数是相关的 然后来制定这个销售的策略 然后从而涉及到一些小数的呃 加减法 然后包括分数可能会开展一个 那种烘焙faking的一个项目 然后始终包括你怎么切分这个原材料 然后你要加三分之二十的糖 然后在这种活动中迁入了呃这个呃这个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所以是呃一个呃就是一个不太求就是不太求进度 但是能够牺牲一些进度 但是能够希望让孩子真的是呃自己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呃模式 然后数学也是这样的啊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呃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的大小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很多学校其实也都说自己有时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嘛 呃然后我听到的反馈对于new ever的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呃就是好评都还是蛮高的 因为家长确实呃大概可能gifted的孩子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呃也不是苦恼吧就大家还是比较重视呃这一方面的 然后这样的这样的活动是这样的课程是从pre-k就开始 一开始可能是非常简单的就学习一些小朋友 呃就是跟情感或者来描述自己情绪相关的这些词汇 然后让自己来舒缓情绪一些方式 比如说这样deep breath然后深呼吸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yoga呃这种 然后从一年级开始呢他就会设有他专门的课程 然后他的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课程 他就是一节证课 然后每个年级都会有这种age appropriate 内容 然后加上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那比如说项目制每个组在做项目的时候 呃难免的老师可能关注了更多 比如说比较需要帮助的一些孩子 那如果还其他孩子心里觉得不舒服 那孩子那好老师可能就会解释 花这个时间来解释 哎这equality和equity 他的这个区别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种可能遇到的一些 自己感受到的一些啊不公平的感受 那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可能这个家长的孩子之前一直是学钢琴的 那如果学钢琴孩子练习弹弹得不好的时候 家长难免的会来进行责怪 然后去了New Ava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然后呃小朋友可能语出惊人 就是说哎你这个不应该责怪我 而是来应该来进跟我来进行沟通 而他会跟妈妈这样的去沟通 他可能在之前都是闭口不言的 呃那这种情况就是家长也跟我们说 呃感觉呃感觉还是自己会有一些 感觉还是蛮惊讶的 然后同时也对自己的沟通方式会有一些啊反思 所以这是emotion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他是真的占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另外一点呢 家长的一个好评是呃就是New Ava的家长和老师和家长的沟通 还是非常的呃高效的 那就比方说老家长发封邮件通过邮件的形式 老师回复速度也非常慢 那这个呃非常的快 sorry 那可能之前有一些别的学校 我们之前讲到一些别的学校 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呃就是关于家校的沟通 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能体现出所谓的顶尖私校的一个资源 那就是啊New Ava他会定期给家长们发送一些活动的一些呃邮件 那有一些有相关资源的家长可能会自愿的去参与来组织这样的活动 就比如说有这样的资源会邀请某个教授 或者是这个行业里比较厉害的人来开一个讲座 会让孩子们能够有机会了解某一领域 就是非常前沿的这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我从这里面就是觉得嗯 他确实一个是一个顶尖私校的一个呃这样的一个资源 呃以及就是家长反应他没有太多的压力 就是大家想做就可以做 然后还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呃一个氛围的 对那这个就是New Ava我觉得其实他的特点已经呃比较鲜明了 呃就是很明显他没有他非常personalized 不强调进度啊 他就是想要激发小朋友对于知识本身的这个求知欲 他可以每个人之间没有比较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一个呃亮点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不太适合New Ava 或者说New Ava现在的家长他的有个concern是什么呢 呃就是华人家长可能难免还是会关注到孩子学习的这个进度嘛 呃那如果是project based learning 也是现在家长也非常坦诚的跟我们讲说呃可能特别适合这种模式 他就非常有好奇心 然后非常呃curiosity driven的孩子他就会冲冲冲他呃就会非常受益 但是有些孩子可能他已经有点落后了 但是老师因为不会迫使他的这个进度以及迫使你去一定要理解这个知识点 所以孩子有存在孩子的呃一个差距一个gap可能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就可能需要家长的一个呃额外的一个关注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对 然后呃 然后我们就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女儿外的一个情况 一个画面还是比较清晰了 然后再说一下secret heart 这样一个老牌私教 呃不好意思大家我稍微设置一个老师为cohost ok 好了 嗯 好嘞不好意思 对啊 是一个非常老牌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私校 然后他是一个呃确实是一个宗教学校 但是他跟呃像这边的san andrews啊或者一些小型的私教还不太一样 那个叫san andrews他性教的孩子的比例可能只有到10%左右 他就是对于性教他没有这么就是没有这么高的比例 然后但是在secret heart虽然在申请的过程中 他并没有一定要孩子来信一个呃有宗教的信仰 但其实有52%的孩子学生群体 都是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啊以及他的一个mission statement 我在官网上看到mission statement也是非常直接 他就是说啊 啊啊 cultivate in our student 啊 personal and active faith in god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 啊 meaning for life 这是他们的学校的啊 啊 the statement 对 然后啊 啊 呃他有分成他有一个monster story的pre school 然后lower school middle school 他的middle school是200多个孩子 但是在他的高中他高中叫呃就是有600多个孩子 那说明他就是六年级的孩子 六年级的孩子他也 sorry就是他呃在九年级的这个阶段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入口 那因为这是一个老牌私校的这种感觉 就是大家当他去看师资力量的时候一般都还是大家平均的教练都非常高 以及有一个数据他是在呃在sacral heart学校的平均年数是九年 所以他整体的师资是比较的稳定 以及他的整一个呃相对还是有一些就是这种community的呃这个感觉的 然后另外的话大家可以可以看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大家可能在思考私校和公校的情况下的时候 就是在大学大学生学指导 因为这也是在高中阶段读私校和公校更比较大的区别 那所谓的师生比他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是老师能否给到孩子比较足够的关注吗 那基本上在私立学校在这一点上还是完胜了一个呃这个公立学校 嗯嗯好的然后接下去我看一下呃他的课课程的设置 然后这里我会主要是讲他的高中的一个部分 课程设置是比较常规的一个课程设置 然后小学是包括了这种比较常规的这种这些课 然后其他呢他的高中其实是也是开设了ap课程 他有23门ap和16门honor啊 然后其中宗教课他是必修课啊 他的啊需要整八个学分 也就是他这个是高中的一个requirement 高中毕业的requirement 也就是每学期都需要去上这个啊宗教宗教课 然后这里放的一个数学的一个track呃基本上也算是一个 就是像功效一个快班的一个track 其实他的进度也他也不是很推进度 因为他的校长也非常明确的说啊 咱们也不是为了大学申请的啊 对就是呃他的课程设置其实是比较常规的一个课程设置 但是私需资历量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他比较有趣的一点呢 他也在官网上其实是非常自豪的一点 他的校园内有一个有机的菜园 这个菜园可能本身他就是一个小小的club所建立的 然后呢他就做的越来越大 然后就弄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有机的菜园 差不多一亩地 然后不仅仅是这一亩地 然后其他地方也散落着各个种种地的一些地方 然后有苹果树啊 有这个plum树啊 然后学生真的会来进行一些这种有机的蔬菜的这种种种植 然后呃也有鸡啊然后有羊啊 然后来产羊奶啊 然后来做一些果酱 然后学生来自己做那种marketing做包装 然后在school event的时候进行一些呃售卖 就是还呃还挺有趣的一个点 啊然后也体现也其实感觉到他是比较精英学校的比较重视孩子的这种体验感 就是呃在学校里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啊garden 对这个是他们非常还比较有趣的啊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呢他也非常的注重就是service learning 也在service learning这一块提供了比较多的啊一个资源啊 啊然后他的高中高中四年他是有一个service learning的sequence 你每一年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他都有一些非常呃就是明确的一些要求 然后只有做完了才可以进行毕业 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service learning 以及合作的一些呃一些项目 其实都还是跟宗教啊related的 但是确实从官网上体现的他对于service learning 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对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去sacred heart感受的话 其实就是觉得他们的设施真的非常的豪华 嗯然后之前有家长在纠结潘wood和sacred heart 最后选了sacred heart的原因就是因为去仿教 我觉得哇设施真的太厉害了啊 那设施他确实很好啊 就是所有的体育训练队啊啊 他们的设施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那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校队他的体育队是非常强的 他有43支校队以及高中学生体育参与率有70%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我是刚刚才看到的 他23年一共是171位毕业生 然后其中有31个孩子当他们进入到大学之后 还是继续在大学里当运动员 也就是说他们是达到了这个大学运动员的这个标准的 这个标准其实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这个按照这个占比来看的话 他确实在体育这方面是一个啊比较大的 就是体育大校 那其实啊话说到这里的话 就是之前包括做一些呃公立学校对比 公立高中对比的时候也会说起到 很多家长在选择公立学在选择高中阶段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比较看重啊 这个学校来某个体育队他强不强 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做这个体 这个这个这个课外活动 就是啊因为很多家长如果比如说初中 孩子已经有这样的兴趣 已经来参加过这个比赛 他如果在高中是这个学校里 呃很多时候需要学校里来组队来打比赛 如果学校里没有这个队 或者这个队不够强的话 孩子是无法发挥出这个优势的 那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很多原因 呃家长在高中阶段会选择 搬家或者是加入私校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总体来说Sacral Heart他的体育 因为设施很厉害 所以他的体育对总体是非常强的 哎然后接下去我们来说 另外一所这个老牌的私立学校 Nalo啊Nalo我也focus在他的课程设置 我也主要focus在他高中部分 因为他也是从六年级开始的 我第一个关注他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啊 就是我觉得他的还是比较用心的在课程中做一些嗯 创新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大家如果对于普通高中的一个呃科学的一个进度 有一些感知的话 一般来说肯定是biology chemistry和physics 就是肯定是第一个先学biology的 然后他们非常明确的就完全倒过来 就第一年呃九年级学physics 第二年学chemistry 第三年学biology 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啊就是 啊呃对 他的他的呃原因是就是呃 physics 他就是先学先学就physics 他就为什么九年级的孩子先学物理呢 那当然他在学物理的时候 他会先把就是物理当中比较难的抽象的这个呃 数学部分给抽掉 啊他觉得给九年级孩子讲这个物理最好的一点是 他可以让在通过一些实验 或者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观察 然后把一些数来给你讲解这个物理的原因 而不是用一些呃在你学会一些非常高等数学之后 然后用一些非常abstract 非常冲向的一些式子来代表物理啊 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觉得到九年级的时候 哎我们先学物理 那为什么biology这个生物要最后学呢 啊他们的理念当中是生物在近一二十年 因为他的技术的发展 然后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啊 那因此呢他很多时候孩子对于生物的理解 其实是要基于孩子对于一些物质 这个micro level的一些理解的 所以要先学chemistry 那这个还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他这个顺序 但是也说明他在啊高中的这个理科课程中 还是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些啊 这个创新或者是一些不太一样的呃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他也不提供这个ap biology 那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校内的啊 这个生物课程难度更高 然后他相比较于ap biology 更多记忆的这个东西而言 他觉得biology应该更多的 让孩子来参与到这些实验 那不过学完他们学校里 这个biology课程之后 孩子也是可以自己来参加 这个ap biology的考试的 啊啊然后呢 刚才说到就是对于他们高中课程 就是在于stem还是比较关注 对于呃科学课程的设计 还是比较独特的 那他有两个项目也是比较展现出 menlo对于stem啊的一个支持 首先第一个也是写在他们的school profile 中也是非常引以为好的叫applied science research 就简称为asr 他这个可能更加针对于比较对呃物理 或者是对于environmental science 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学生 那这节课他干啥呢 就是第一节第一学期 他可能就是学一些比较基础的啊 物理知识 然后一些电动电动的一些知识 然后大气科学 然后太空旅行的呃工程呃工程技术 然后他们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这里放了一个图也是从他们官网中找的 他们会一起launch一个就是呃就是叫气象气球 然后里边是发展就是这个我也不是非常懂啊 大家看起来就非常厉害 就把它送到一个大地球的呃大气层呃 就会做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 然后这位老师呃带这个课的这位老师自己也是一个呃 之前一个物理的一个phd啊 所以他在这个带这个项目也带了很多很多年了啊 然后也非常有意思 他的第一学期 然后让小朋友去学习一些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的这个能力 然后他的第二学期就可以比较自由的去选择 他在科学领域比较想呃自己更加深入去做research的这一个呃方向 然后来产出这样的一个报产出这样的一个report 或者是可以在呃一些simposium上来进行回报 甚至来进行一些发表 然后其中呢呃呃我查了一下 就之前我在公校讲座的时候会对比 就是regenerate这一个scholar呃的人数嘛 他是一个叫非常厉害的research 就是科学scientific research的一个奖项 好这个我看到二零二三年他有一个在自诉所学校中 他只有mallow出了一个这个regenerate 他是做一个三这个关于生物学的一个呃一个research 然后这个孩子他今年也是录取了斯坦福大学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像一点的就是biotech research program 啊同样的比较理念还是比较像的 就是在第一学期的时候学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学习一些research的skills 然后从第二学期大量的开始来做一些比较真实的一些独立研究 那其实上过的孩子表示呢比较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lab中 比较像就是在你之后如果大学想要在lab当中来进行工作的时候 你的一个生活状态 那所以对于这种research或者对于这种科学 在实验室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孩子那确实在高中阶段 mallow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啊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一些资源 对这个是mallow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最后来说一下啊crystal spring 好crystal spring也觉得是我们的first tier的呃这个学校 他相对来说比较小哈 在这个四所学校里面也是算小的高中部门只有350人 不过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中学middle school一共是219人 然后upper school啊只有350人 他也就是说他九年级那个招生的入口差不多只招啊20个学生左右 所以这个入口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啊小一些的 他相对来说这个就是还是六年级是更大的一个入口 然后他的一个特点呢啊就是不提供任何的ap课程 当然new ever也是这样了 但是new ever因为他从一直上来都是他们自己的课程吧啊 然后crystal spring他从也是从13年左右的时候取消了他所有的ap课程 然后他曾经的这个ap课程现在都改名叫他们现在自己学校里的这个啊 honor honor的课程啊啊 然后他这个honor的课程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觉得就可能跟着ap这个syllabus去走 并不能给孩子来提供更好的这种自主做project或者internship的机会 他希望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做更多的这种self initiated project 或者是做一些啊internship 那当然他们也非常有信心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honor课程完全是可以cover啊这个ap考试的 那所以其实确实是有一部分这样的顶尖的一些学校 他们啊不做ap就是不考ap那他不考不做ap的原因 基本上都是他们觉得自己的honor课程更能够啊更符合他们自己的一个教育理念 他可能是更需要一些lab的工作或者是更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writing和啊reading 那crystal spring他就是一个example他不想他不做任何的啊ap课程 嗯对然后另外一个crystal spring他也是一个啊 艺术项目和语言项目也非常的强像艺术项目呢 他是我自所学校看下来他是唯一一个需要两个整年的艺术课来作为一个requirement 就是四个学期啊 你外来好像是两个学期 两个学期在同一个就是同同一个种类里边 然后我记得sacral heart应该是一个半学期三个学期来做艺术的啊 然后他有一个据说是非常先进的一个舞蹈舞蹈室 dance studio的一个设备 以及大家去看官网上去看 每个月都会有非常大型的啊这样的演出 然后包括语言项目 他也有提供了非常多啊去study abroad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就是这次我学校他的整个特点 他的画像简单的总结一下哈 就是啊new ever他就是明显project base 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进度 然后来个性化的来design自己的learning path 然后强调对于呃就是探索本身的这个兴趣 然后sacral heart是一个非常的老牌 呃但是他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garden呃 非常的还是比较community的这个感觉 然后呃同时呢也是一个体育大小啊 然后nenlo呢一个对stem的支持呃是非常呃非常高的 然后crystal spring他的综合能力也非常强 就是麻雀随呃就是麻雀随小五脏俱全呃 呃所有的综合能力非常强 然后体育什么都其实都是一个也是非常注重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学校 啊那接下去大家也非常好奇他的啊大学生学的情况 那在就是这样就是我现在跟大家快速的来讲一下大学生学的 也因为就是在uc系列他都会公布来自于不同高中有多少applicants 然后有多少admit了有多少enrode了 所以我就还是做了一个总结 所以这个表格有一点点眼花缭乱哈 这上面这个是ucb然后下面这个是ucla 然后这个是三年的一个数据 我是用呃多少人admit除以多少人apply 那基本上可以看到哈就是从ucb 不知道为什么21年就所有学校的录取率都非常 就是这个学校录取率都非常低 然后呃new ever整体的录取率呃在ucb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30% 这个是在之前的功效像钢骇啊 这种在两三年前能达到的一个数据 但是近两年的时候都是没有了啊 然后像sacron heart的menlo和crystal spring 基本上保持在可能20%左右也是还是相对啊略高的 但是ucla它整体的近年还是成一个啊 相对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可能近年的这一个数据到22年的数据 跟一些功效比起来其实也是呃比较接近的一个数据了 嗯这个是ucla ucb 它是有个专门的加州大学的网站 加上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行查阅对啊 然后接下去就是所谓的大腾的录取数据 我找到了这三所学校哈 没有找到crystal spring 它非常细节的那个数据 所以没法做一个统计啊 那new ever就是它只有五年的数据 我就总共统计了它五年 大家可以看到stanford的人数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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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 然后manlon也是一个五年的一个一个数据 但是secret heart它是一个2023年最新的一个数据 它数据总结大家在官网上都可以查看到 包括有多少人啊 多少applicants 多少了多少的admitted 都得像它最新的数据也都是非常的啊 非常的详细的 总体来说像湾区的学校 大家像stanford啊 基本上录的都还是比较好的 尤其像像new ever 它五年stanford有35个孩子 那基本上是每年平均有7个孩子能去stanford 然后接下去的业呢 呃我我有点就是有点犹豫一下那个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大家不要 呃就是我算的是这样的 我是把所有的iv league的总数 加上了因为stanford的mit和us Chicago 它属于top 10 但是它不属于这个所谓的层校嘛 我就把这11所学校的数据做了一个 呃就是加起来 然后除以那一届的那个总人数 然后简单算了一个就是top 10的率 好那这个new ever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stanford的人数也非常多 啊然后像secret heart的mallow 可能是10%多一些 呃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我来我的数据来源也都是只有在官网上 呃有的我才去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统计 好那其实这个就是呃他的一个大学的呃录取情况 呃其实除了new ever之外之后两所学校 其实说实话跟呃跟功效对比起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在说起功效和私校的一个怎么选择或者是他的对比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跟家长说就是很多时候都真的是家长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个一个选择 或者是是否符合自己的教学理念 那如果很多时候私校就是学术本身或者是你说有多快呃在高中阶段 那其实很多功效他的最快的level也是这样子 其实单从学术方面的话可能并不是很多家长非常坚定选择私校的原因 那选择私校很多就是想要呃更多的像呃像像体育 像体育方面的能够进入校队 然后担当这些leadership的这样的一个呃机会 更多社团更加注重这种soft skills or leadership 或者是一些呃人脉呃这一方面的 所以就是完全取决于家长对于高中阶段你的教育理念 或者是对于孩子呃在高中阶段 希望在学校里获得什么这样就这样的做一个呃 做这样的做一个平台对啊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呃信息 然后就希望给大家一个general idea 就是这些所学校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特点 哦差不多也有也比较近也是四十五分钟了 然后啊最后呢呃因为大家之前的讲座应该也知道咱们有一个二四年的呃 呃温区的私校申请指南也马上就可以开始领取了 呃这里面也包括不过这个叫指南基本上是呃在就是小学阶段 所以是如果孩子在一个呃就想要深私立学校就是小学阶段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而且不要错过的领取的这样的一个呃 呃这样的一个白皮书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去年领过啊或者是我们今年呃五月份的时候也四月份的时候也领过 但是这个是跟在之前的版本之上 就是在右边的二维码来进行一个注册领取 大家在注册的时候别忘了填写占哪一个校区领取比较合适啊 然后另外如果对于下周的咱们这个智商讲座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右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啊扫码报名啊之后也会发分享到群里 我觉得智商讲座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因为呃就是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当我去学到一些种关于智商所谓的IQ他的就是认知能力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跟我以前所理解的有很大的一个呃就是认知冲突呃就也是非常受益的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报名参加呃这个下周的一个关于智商 智商讲座的智商智商测试的一个讲座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啊就是Think静怡非常好记 Think静怡就是大家都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就如果是半岛的家长的话 咱们还有个小学交流群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以后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消息也都会在半岛的群里 以及我们的私校群里面进行分享啊对那我就先把这个page留在这儿我看一下 哦对没有pdf 嗯有回放有回放 哦 好嘞就是谢谢Gina 嗯我先把这个page留在这儿然后就是啊还是我的我的微信号Think静怡就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因为大家对直接搜索一下就放不下另外一个二维码了 嗯 对就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呃呃也可以微信私聊我 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嗯嗯啊是对这个是CG9学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像这种私校的呃 lagacy都是会有但是我记得之前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呃就是即使是lagacy的孩子他的 就是他的profile依旧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他可能并不是说lagacy就就就是相对还是确实会有一个优势嗯这是会有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呃呃情况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参考意义的嗯 是在第六 半导会是在第六和第七教室 他边上我们到时候会竖个牌 第六和第七 第六和第七 第六 第六和第七 比较是那个community center 嗯 好的 回放的话回放的话现在我应该是路上的 ok 我先我先停止一下 对然后这个我